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在你命中之后就可以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在那里你就能脱胎换骨 聚会开发 善根增长 阿弥陀佛在亲自为你讲法 所有的道理通通都能弄明白 很快就能证悟成佛了 对于净土法门来说 文化不高是一项优势 因为其他法门都修不了 只有这一条道可选 所以不会三心二意 看看历代的往生传记 可以发现很多一字不识的老太太 往生时的瑞祥 有的比一些大法师还要殊胜 阴光大师也告诫大家 念佛人要向渔夫渔妇学习 把所有学问抛之东洋大海 老师念佛 末幻题目 广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-end-